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六 第六说某车间工人一共660名 生产一种由一个螺酸和两个螺母组成的配套产品 每人每天平均生产螺酸14个或者生产螺母20个 这句话大家注意理解啊 每个人要么每天生产螺酸应该可以生产14个 要么螺母可以生产出20个 二者之中只能选其一而不是都成立 是吧这点读明白啊 说如果你是车间主任应该分配多少人生产螺酸 多少人生产螺母才能使生产出来的螺酸和螺母 注意什么呀刚好配套配套是什么意思 一定是一个酸配两个啊 是不是哎所以搞明白这一点啊 好那么这道题是一道比较复杂的多元因此方程组可以解的应用题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动手来做一做 这道题其实要想到设位之术设谁并不太难 为什么呢因为最后问你到底是多少人生产螺酸 多少人生产螺母 那么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契机 我们可以设生产螺酸的人 比如说一共是X人对不对 那么生产螺母的人比如说可以是Y人 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可以设得出来的两个位置数 很简单是不是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在题目当中去寻找我们的等量关系了 等量关系在哪呢 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简单看到这句话了吗 某工厂一共有我们的六百六十人 对不对 那么这六百六十人不就是这是一部分 这是一部分吗 你会练吗 非常简单 怎么练X加上Y等于六百六十 这个是工人的总数 第一个我们的等量关系很简单 是吧 是 但是这道题比起上一道立即来说 第二个等量关系就有点不太好找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里边生产到最后要求螺酸和螺母要刚好怎么样 要配套 对不对 所以要配套的话老师要问问大家 由于这个配套的产品是一个螺酸对应着两个螺母 所以最后生产出来的总量当中 只有当螺母是螺酸的什么的时候 他们才刚好可以配套呀 两倍 二倍 是不是 非常棒 当你闹明白这一点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生产螺母的一共是Y个人 而这Y个人每天可以生产螺母应该是二十个 每人生产二十个 那么Y人就应该生产二十怎么样 Y 是不是 那么我们说这个东西应该等于什么呢 它的数量并不是刚好等于螺酸的数量 而是刚好等于螺酸的二倍 是不是 而螺酸是谁呢 你来看一看 生产螺酸应该是X人 每个人应该生产十四个 是不是 所以螺酸每一天生产的总量应该是十四倍的X 可是注意一件事 这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成余 是不是 因为当螺母是螺酸二倍的时候 这才叫刚好配对 是不是 好了 那么同学们做到这以后 看两个等量关系 两个我们的伪值数可以解它了 是吧 是 这道题典型一看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呀 代入 代入 对不对 为什么用代入 你看下面这个等量关系是不是处理起来非常的简单 是吧 是 来我们编一编啊 这是我们的一号式 这是我们的二号式 那么二号式我们先给它进行一下化解 这边一乘应该是二十八倍的X 对不对 相当于二十八倍的X会等于二十倍的Y 那么如果两边同时消掉一个四的话 这就相当于七倍的X会等于五倍的Y 对不对 那么你在想 五除以七是储博 拼的 但是七除以五是可以除得了的 只不过得一个小数 是吧 所以根据这我们表达谁呢 看协下 有我们的二式 大家可以得到Y 应该等于多少 把它倒过来 Y应该等于七倍X去除以五 是不是 那么七倍X除以五 大家口算一下 这应该是一点四倍的X 是不是 所以当我们得到了这个第三式以后 做一件事 把三式带回一式当中 去把我们可爱的Y给替换掉 所以替换掉以后 X去加上一点四倍的X 就应该等于六百六十 那么我们得到的是二点四倍的X 应该等于六百六十 是不是 所以一倍X是几 可以算吗 一倍X应该是 二百七十五 那么单位应该是 人 是不是 当然注意X解的这个后面 不写人 可以吧 嗯 好了 那么当你求得了X是二百七十五人 也就是说生产罗栓 需要二百七十五人 那么罗姆的人数就好算了 怎么算 六百六怎么样 减去二百七十五 是不是 那么得到的应该是三百多少 三百八十五人 是不是 所以它是三八五 它应该是二七五 是不是 这一点大家就做完了 好了 那么这道题目 我们已经完全讲解完毕了 一起归纳一下 这道题里列等量关系的时候 最重要要注意什么呀 理解配套的意思 是吧 嗯 好了 这就是咱们今天所有的例题 给大家说到这 最后我们进行一下总结 本讲当中我们一共学习到了三个知识 第一关于多元一次方程组的概念 第二是关于多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 第三是关于多元一次方程组的一个运用 那么关于多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和运用 如果作为大家需要去考察我们的奥数拓展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两个是需要大家稍微去掌握的 因为有了多元一次方程以后 我们会发现用它来解应用题 有的时候比预言方程要来的更好 是不是 是啊 好了 这就是咱们今天所有的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